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机械少女乱斗邪恶狂徒》的故事 在未来世界里,机械和人类共存 人类的生命被延长,缺少的肢体也可以用钢铁来替代 人机合成医生伊德在机械飞机场 找到了一个被丢弃的合成人半成品 把他带回来后,进行重新组装 伊德医生的助手也是一个改造人 有着高度灵敏的机械手 他们为女孩接上新的机械身体 第二天一大早,少女从睡梦中苏醒 经过伊德妙手回顺的遗数 他不但活了过来,还有灵们的感知度 但是他忘记了所有事情,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 尤其是这座巨大的漂浮在天空中的 飞碟形状一般,钢铁之城 这座天空之城名为萨冷 和破败不堪的地球形成鲜明的对比 伊德为这个女孩取名为阿丽塔 什么都不及得少女十分喜欢自己的新名字 就像名字一样,她开始重新去认识这个新世界 这里有着很多的合成人 身体中失去的部分用机械来替代 就像阿丽塔一样 虽然阿丽塔痴迷的当属机动球比赛 只有或许就是阿丽塔的本性 她喜欢去比赛,去战斗 即使失去了记忆,也依旧保留在体内 阿丽塔看见一只可爱的狗狗 亲切地打着招呼 一张飘过来的赏金猎人的船灯 让她失神,却不知危险临近 一只巨大的机器人走来 阿丽塔下意识地进入战斗状态 一个骑着独轮摩托车的帅气小伙 见此情景将阿丽塔推开 可是小狗还在巨型机器人的脚下 伸手民间的阿丽塔直接进入机器人脚下 将狗狗救出 这成功引起了小伙的注意 并被阿丽塔独特的外表所吸引 阿丽塔对小伙一见钟情 从伊德口中得知她的名字为雨果 阿丽塔将这个小伙摸摸放在心里 破败的地球也充斥了各种犯罪 一名黑人女性死在家门口 伊德的受伤让阿丽塔不禁怀疑是她所做 伊德也不例外,像一个父亲一样 叮嘱阿丽塔晚上不要出门 外出独自探寻世界的阿丽塔 碰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对她的身体十分的好奇 原来这个女人和伊德是旧相识 她认出阿丽塔的身体就是伊德死去的女儿的 她不甘相信伊德竟然舍得将身体送给阿丽塔 这个女人前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和伊德合作 达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合成人 一起运作参与她的游戏 伊德拒绝了她 她马上胸相逼漏,愤怒地离开 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阿丽塔加入雨果的机动球队 他们穿着滑轮鞋在赛道上拟追我管的抢托球 阿丽塔经过几番尝试失败后 她越战越勇,发挥自己格斗的优势 击倒身边的队友 横扫场上的队员将球投进筐里 球赛结束,雨果深室地将阿丽塔送回家 途中遇上赏金猎人渣潘 她也是一个合成人 渣潘带着一把长刀 看上去十分心狠手辣 她在大街上寻找通缉的犯人 没在规定时间回家的阿丽塔受到了伊德的责备 她像一个老父亲一样 等待着回家的孩子 并给她准备好晚餐 雨果是阿丽塔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她带着阿丽塔去探寻这个世界 并让她近距离去仰望萨冷城 那里是雨果向往的地方 她坚信阿丽塔曾经属于萨冷城 希望可以唤起阿丽塔的某些记忆 可是她什么都想不起来 自从阿丽塔开始怀疑伊德之后 她就决定一探究竟 这天晚上 阿丽塔悄悄地跟在伊德身后 她发现伊德拿着自己组装的武器 要对一个红衣女孩出手 阿丽塔急忙阻止了伊德 但没想到这竟然是一个陷阱 红衣女孩是幼儿 她还有两个同伙 他们个个都是凶恶的合成人 十分适学 通过猎杀人来满足自己的快感 伊德是一名赏金猎人 还有人属于她的编号 专门负责捕杀这些被通缉的恶人合成人 由于阿丽塔的判断失误 让两个人陷入了危险 可是阿丽塔一点都不畏惧 这些自带武器的合成人 几圈就把一个黄毛合成人打得稀烂 红衣女孩脱掉白套 露出自己的两把镰刀手 她不断地挥舞着自己的大刀 与赤手控制的阿丽塔打斗 尽管这女队能飞檐走壁 但是依旧不是阿丽塔的对手 其一个回合后 将对方的头和身体翻了家 最后大个儿开始与阿丽塔开打 尽管大个儿满身铁皮 但她依旧不是阿丽塔的对手 她被阿丽塔卸下一只胳膊 灰溜溜地逃跑 伊德将战利品带到悬赏总部 得到了相应的奖金 她遭到了阿丽塔的质疑 并且在打斗的过程中 触发了她的某些记忆 她的身体到底是谁的 一连串的问题让伊德不得不说实话 她一无一时地将这幅身体的前前后后 告诉了阿丽塔 这幅身体是她为自己参击女儿阿丽塔准备的 由于自己当年的过错 制造出战斗型机械合成人 某天跑来医院求药 就将自己的女儿给杀死了 女儿的母亲伊莲 就是先前阿丽塔在诊所外碰到的奇怪女人 因为女儿的死 她离开了伊德 女儿的死让她发誓 一定要将那些凶残的合成人绳之于法 伊德为阿丽塔仔细检查了身体 发现阿丽塔已经至少有300岁了 伊莲还在不停地寻找机械人 来制造更强大机械怪物 被阿丽塔打产的合成人格鲁 找到了伊莲 希望能够救她 他们从格鲁身上了解到 阿丽塔的身体里 云含着巨大的能量 并且还知道阿丽塔会计甲数 伊莲为了会萨朗诚 她同意和威科特做交易 满足她的一切要求 阿丽塔和伊德发现 有人在保护格鲁 十分的气愤 阿丽塔更是不顾一切 要找到那个坏人 她想要成为一名赏金猎人 因为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的一瞬间 才能够唤起自己的记忆 赏金猎人就是这样的 每次任务都十分的危险 雨果带着她来看合成人的比赛 阿丽塔十分喜欢这种 让人血脉膨胀的机动球比赛 这种比赛也会存在致命危险 对手会始终各种击败对方的手段 以达到胜利的目的 威科特和伊莲也在这里 物色对他们有用的机械装备 为他们卸下选手肢体的正式雨果 这一切阿丽塔都不知道 举起跟着她探索世界 雨果做这一切都是想尽早的去萨朗城 她将阿丽塔带到一个荒废的战船前 阿丽塔居然对这艘船十分的熟悉 她不顾同伴的阻拦 直接跳下水去探索战船 很快她就进入到战船里面 找到了操控室 在那里她找到一副躯体 便将这副躯体带回到伊德的诊所 希望伊德能够将这副躯体 装在她的身上 去打败格鲁那些邪恶的合成人 伊德不想将阿丽塔 变成一个战斗怪物 拒绝了她 她完全将阿丽塔 当成自己的女儿 时时刻地想要保护她 阿丽塔十分嫌弃陷在自己 她觉得自己就是为战斗而生 她想要找回曾经的自己 伊德终于告诉她 这副躯体的来历 她曾经是最厉害的火莲战士 这副躯体是最先进的战斗机甲 阿丽塔用自己的身体驱动了这副躯体 她不想阿丽塔处于危险之中 才拒绝了她的请求 汉妮喜欢战斗的阿丽塔 注册成为猎人战士 却在酒吧里找到更多的同僚 希望他们帮忙来一起对付格鲁 但是无人理会阿丽塔 甚至还嘲笑了她 面对炸盘的挑衅 她积极应战 没两下就把炸盘打倒 还开始挑衅其他的赏金猎人 这下阿丽塔得罪了所有人 在酒吧里面与其他的猎人开打 尽管他们人多是重 但都不是阿丽塔的对手 伊德匆匆赶来 阻止了这场打斗 他声称不免费修理 阻止这场闹剧 这时复活的格鲁赶来砸场子 要一血前吃 结果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她 被激怒的阿丽塔 和格鲁跳入一个大洞中 决一死战 小巧的阿丽塔 很难将升级装备后的格鲁打败 阿丽塔必须为自己鲁莽的行为付出代价 她的身体被打残 只剩下了一条胳膊 可阿丽塔根本就不服输 她突然想起自己曾经训练的情景 即使剩下最后一口气 也要斗争到底 她用锦村的手将格鲁的眼睛戳下 千军一发之际 伊德他们赶来 打败了格鲁 救走了阿丽塔 奄奄一息的阿丽塔 被伊德带回诊所 装成了战斗机甲 现在的阿丽塔更加厉害了 没有人能够伤害到她 伊德复活了阿丽塔两次 像父亲一样照顾了她一段时间 她和阿丽塔建立了深厚感情 如同一对父女一样 重生后的阿丽塔急忙去找余果 两个人也在结后确定了恋爱关系 伊莲和维克特开始计划更大的阴谋 他们需要得到阿丽塔的心脏 维克特找到了余果 询问她关于阿丽塔的情况 余果十分渴望能够去萨冷城 而维克特就是她与萨冷城的唯一联系 她和维克特做了交易 处在热恋中的阿丽塔 一大早就来找余果 爱情是盲目的 她甚至愿意为了余果 献上自己最值钱的心脏 帮她完成去萨冷城的愿望 面对阿丽塔的真心 余果十分的感动 她可不能看着女友去死 她提出参与机动球比赛 只要能得到冠军 就可以获得去萨冷城的机会 面对阿丽塔的选择 伊德也只能默默支持 她为阿丽塔做了万全的准备 才放心让她去参加比赛 阿丽塔的第一场比赛 余果就缺席了 她要去阻止自己的小伙伴 去拆卸改造人 她和朋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就连扎盘也赶来凑热闹 她想要余果的命 为了不做扎盘的刀效防魂 余果不断地逃命 阿丽塔来参加比赛 其实是余果和维克的一场阴谋 和阿丽塔一同比赛的选手 全部都是维克安排的亡命之徒 一个个挥舞着自己的大刀 她的目标不是球 而是阿丽塔 得知这个消息的阿丽塔 想要返回为时已晚 她必须全力以赴 与对抗这些亡命之徒 比赛开始 阿丽塔率先抢到了球 翻转跳跃 让一个亡命徒冲出赛道 变成了粉末 躲闪击打 将第二个亡命徒的脑袋拧了下来 阿丽塔在场上也不是一帆风顺 后面的人会晤着自己的齿轮 将阿丽塔压在身下 但是小巧的阿丽塔化险为夷 主动出击将对方制服 被扎盘追捕的余果 打来电话向阿丽塔求救 阿丽塔决定去救自己的小男友 三面夹击 阿丽塔跳出比赛场 赶往了男友的身边 头中她甩开追杀她的人 赶到了余果身边 制服了扎盘 可是阿丽塔看到自己的男友 出现在悬赏名单上 扎盘的所所所为完全合理 阿丽塔这才知道 余果背叛了她 直接过别人的合成人 扎盘一刀杀死了余果 阿丽塔不惜违反法律 要带走余果 余果将自己的所做一切 说了个清楚 并对她表示了自己的爱意 跟随着他们而来的一脸 看到阿丽塔的遭遇 她体内的母性被激发 临阵倒戈 帮助阿丽塔和余果 度过了这次危机 她握了法律的追踪 阿丽塔将余果带回诊所 伊德将余果改成合成人 她十分清楚 靠钱是不可能回到萨冷城的 只有参加机动球比赛 成为冠军 才有可能进入萨冷城 因为伊德曾经就在萨冷城 后来被放逐 知道这一切的阿丽塔 孤身一人来找维克特报仇 她闯进维克的办公室 维克以一脸做要挟 她已经将一脸给分解 格鲁跳冲而入 袭击了阿丽塔 重击之下 阿丽塔终于想起自己的使命 毁掉萨冷城 在恢复之意之后 阿丽塔三两下就把格鲁给解决 并质问萨冷城的统治者诺瓦 原来维克特的思维 一直受诺瓦的控制 诺瓦以余果和伊德相要挟 这彻底激怒了阿丽塔 将她的傀儡维克杀死 这时余果在自己的执念驱动之下 去萨冷城 诺瓦放下巨轮 雨果纵身一跃 阿丽塔紧随其后 悲剧发生 雨果被肢解 只剩下上半身 阿丽塔奋不顾身将雨果抓住 可是雨果的手臂 支撑不了自身的重量 她还是掉下了万丈深渊 最后为了给雨果报仇 阿丽塔决定参加机动球比赛 成为冠军进入萨冷城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经典科幻电影 阿丽塔战斗天使 阿丽塔最终找回了自我 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使命 那一天起 就注定她会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她想要拯救人类 产出邪恶 萨冷城又何尝不是 人类幻化出来的欲望 相生相杀 终不过是想获得巨大的利益 登上了巅峰 雨果就是被欲望所吞噬 随后掉入深渊的人 而这样的人 在现实中也有很多 盲目地追求利益 而忘记自己曾经最真知的情感 这是一部热血的科幻电影 老油条我是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